大家好,班长,我是个本期大关,关键一下目前S1的使徒 上来的话,找到这边的邮差 这把的话,穷者这个阵容其实打使徒我觉得还不错 不错的点在于他们知道这种修技速度够快 所以说使徒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被动性角色 他的迎面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手蚁 因此穷者在决策上面如果选择比较球稳的一个方式来打的话 我觉得想保瓶还是可以保的 只知道这种想要去真胜的话呢 得使徒自己出失误了,就前期人抓不到才有可能 牛仔过来打架,效果一般的 或者说效果都不是一般的,效果就不咋地 为什么呢,我猫一咬沉默你,我该挂人挂人 这只猫没有能打中的话应该是这边要交闪现了 位置上面来看的话,而且这个闪现现在不能直接交 只能等猫好了 猫咬住能直接带怎么带走不能的话呢 这边交闪现放狗猫咬,这边牛仔小皮鞭随时瞄着 但你这边跳,勾过来跳用掉了 那交闪现好像现在的话要打 诶,这波扛到了 因为他这刀呢如果说是没放下来的话 一刀打中是两个人都要吃伤害的 所以这边使徒是想贪这一手吧 这里猫拉过来,跳是已经交掉 再跟,哎呦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使徒中间有一波点没打好的话 这个前期遛起来就不一样了 前期遛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于群人来讲,这一轮打完呢 说实话,群人只要不要过于冒进 胜利于不败之地的 因为这个局已经是到了三台的一个节奏了 已经到了三台的一个节奏了 虽然说牛仔的机子是没有修完的嘛 但是牛仔外面补的机子加起来差不多了 佣兵这边是过来补这个队友的机子 然后等到这边,队友倒地了 直接过来救人 还没到啊 这里佣兵,佣兵不吃刀就行了 佣兵不吃刀就行了 使徒这边放猫,真的放猫却打一刀 佣兵他这个局就属于是叫骑虎南下 这边是回头去找这个牛仔 没想到牛仔这边反应很快 已经提前拉走,再补猫 一勾 使徒这边是没有跳的 这个身位有点远啊 牛仔这边往前 能晕得住吗,能晕得住吗 往下跳 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这一轮的击倒非常非常的晚 然后呢,牛仔这边 对吧 通过他的一个位移能力 是已经拉到了 不会干扰密码机的一个位置 呃 做取家最好不要救人 最好不要救人 游民这边压机子 那就做取家救人 做取家救人的话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人救不下来 但求者优势够大 定住 打一刀 这边 别没救下来 没关系 佣兵手里有博命的,问题不大 大不了我佣兵来 只是呢 这波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说做取家最好不要救人 就做取家就拉走 外面有啥事干啥事去 就拉不走嘛 站在后面拖一拖 等佣兵过来救人是比较好 因为他们只剩一台机子 外面有三个人 人是肯定够的 所以这边的话没救下来 无所谓 这边定住 再打一刀 密码机 猎 四人活口 佣兵这边的话不是满血 所以说这边反手先过来猫咬住佣兵以后看佣兵这个护臂怎么跳 少猫 一个护臂跳开 但是使徒有双跳 板子破 再跳 定住 一刀 好的 门是77 直接传送 门没能点开 这个开门站好像使徒有机会能翻 因为三个人全在这个点 三人全在这边的话呢 关键是能不能排到这个牛仔 关键是能不能排到这个牛仔 这边作曲家 应该是要去点小门了 作曲家应该是要点另外一杯门 对他们得给自己留个保险的 不大哥你挂飞啊 哎 这一刀但凡落在牛仔 我的 不是门是开了吧 兄弟门开了 你走啊 人家传送交掉了 那边的门也点开了 这里放猫 你摇下来我定住啊 猫封口 走 把人往这边挂 呃 这波牛仔说实话是真的打多了 有点想太多 嗯 如果牛仔不打的话 应该是一个稳定的三跑 因为当时作曲家去点后门 傭兵这边交自欺去走后门 使徒都是拦不住的 使徒都是拦不住 他挂上邮差以后再赶过去 讲道理应该是拦不住的 有点可惜吧 这个平了 拜拜